家庭中若是有青少年 你就会知道 他们常常就有一些意见看法 不论是对社会议题 或者教会服侍 甚至对我们这些家长的管教 提出意见甚至抗议 当然他们可能讲的会头头是道 可是有许多看法 当然不是很成熟 而约伯呢 约伯在神的眼中 当然是更不成熟的 甚至无法与上帝的看法来相比拟 当上帝的话语一出 这个万王之王发生的时候 有谁可以不占尽听从呢 若是我们读约伯记 从第38章开始阅读 全能的上帝提出他的看法 让约伯来想想看 那一向敬畏上帝的约伯 当然是谦卑的聆听 也无法对神有什么的狡辩 你看他的态度如何 我们看到第四节第五节这样说 我是谦卑的 我用什么来回答你呢 我只好用手无口 我说了一次就不再说了 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 那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如何呢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不也是就在聆听上帝对我们说话吗 可是我们态度是如何呢 如果我们骄傲在批评上帝的话 解析上帝的话 还是只有把圣经当作一种人的著作而已呢 我们应该庆幸 有圣经可以阅读 透过圣经可以更直接的了解 上帝的想法与他的旨意 我们是否应该用手无口 而不要以为我们很懂神 很知道信仰的道理 我们该可以用敬畏上帝的态度 来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和耳目 来谦卑聆听神的话 在本章的经文有好几次提及 上帝都从旋风当中回答约伯 我想到约伯记一开始 第一章十九节 这里讲到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四脚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 他们就都死了 唯有我一人脱逃 来报信给你 这狂风曾经夺去约伯儿子的性命 使约伯非常痛苦 但是神竟然选择以旋风的方式 来回答约伯 这与狂风的创伤很类似 但是这个狂风象征就是 不能控制 不能掌握的一个地方 人或许用尽智慧来解释 一个苦难的由来 这种显现的方式 对约伯来说 更可能是一个阴影 是更大的创伤 但是神是在旋风中提醒他 以前的狂风 是来自仇敌撒旦 而上帝如今以旋风显现 向约伯指出 那看似不能操纵的 一个旋风或是狂风 但是现在是神真正掌权 那狂风夺走一切 都不及我千分之一 神也曾经用旋风来接走一利 这表示旋风接走以利亚的 是神所重视的人 这人不会经历死亡 便直接升天 那现在呢 上帝从旋风当中回答约伯 这旋风代表神的同在于能力 说明受苦的人是神所重视的 也是神所爱慕的人 因此神从旋风当中回答约伯 重新带他到那个苦难的起点 在那里神要实行医治与转化 使他无可狡辩 并且可以得到医治与恢复 无尽这个旋风要领导 盼望我们也打开圣经 让圣灵的风吹到你的心里 领导你我当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